近十年来,华语乐坛日渐萧条,人气高的选秀歌手很多,但真的有实力的寥寥无几。今天,小喵给大家盘点一下八位影响力大的90后歌手,看看谁能成为未来华语乐坛的未来。 第一位肖战,在古装大剧《陈情令》中一夜爆红,凭借着精湛的演技,获得了很多迷媚的喜爱。人气高涨后,他回归歌手身份,发布了全新的个人单曲《光点》,是今年数字专辑卖的最好的歌曲,影响力很大。 第二位王一博,也是在陈情令中火起来的,人气很高。作为练习生爱豆出道,他唱跳都很具实力,但原唱的歌只在饭圈比较火,没能成为大众歌曲,要想成为实力派歌手,还需要拿出好作品来征服歌迷。 第三位蔡徐坤,是参加练习生选秀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出道的,在激烈的搏杀中,他用实力赢得了所有迷媚的喜爱。 有了人气之后,他开始专注于音乐创作,自己写歌谱曲,很有追求,且他的歌很多都免费让歌迷听,很不错。 现在比较年轻,歌曲也没有走红,还需要积累,还只能算是流量歌手。 第四位张艺兴,Exo练习生出道的,在经历了残酷和高强度的训练后,唱歌功底,舞蹈能力都很强,已经是导师级别的歌手。 不过,他可能受到外出韩国文化的影响,刚回来创作的大多都是英语歌,这几年才逐步融合中国元素,获得不少好评,期待他能够创作出经典传颂的歌曲出来。 第五位华晨宇,在2013年快乐男生中获得冠军出道的,之后一直专注于音乐,很有才华,写歌谱曲,各种乐器都很精通,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,获得不少歌迷的支持,但也缺少一首快智人口,口口相传的经典歌曲。 以上介绍的五位歌手,人气很高,也有实力,但都缺好作品,只能算是流量歌手,而真正已经获得大众认可的90后歌手只有三位,邓紫棋,毛不易和周深。 第六位邓紫棋,参加我是歌手走红,之后演唱的泡沫喜欢你都是很经典的歌曲,是KTVB点的神曲,在90后女歌手中可以说是一支独秀。 第七毛不易,虽然其貌不扬,但是在音乐上确实很有才华,不仅会唱,还很会创作,一首萧绸红遍大江南北,用实力征服所有人。 第八周深,今年发展很好的90后歌手,用一首又一首歌曲打动了所有的歌迷,其独特,空灵的嗓音和扎实强大的唱功,真的让人刮目相看,是很多节目都争相邀请的实力歌手。 对于这八位影响力大的90后歌手,你最看好谁呢? 对于这一轮 Kind啊,那把孩子的财富有这一言,他们把我的歌迷给我一个长大的歌连yes。 对于这位歌手,你最终的歌迷入,员。 感谢观看